球剑梁一直在表示抗议 我们的确就是应该 我们的裁判是不是应该对对方进行一些警告 毕竟对方已经进行了大量消极的这种防守动作 亚齐伊拉利 我们看对方进行了甚至夹镜的这种断头台的夹镜 说一看 球剑梁在国外打比赛被穿小鞋 外国选手公然在裁判面前实施违规照式 一旁的裁判确装作什么都没看到 就是因为此场比赛 世界体育组织进入到了此次事件当中 摩洛哥拳谈当场被罚了50个亿 真以为中国勇士邱剑梁是好惹的吗 招惹谁不好非要招惹大名鼎鼎的邱剑梁 赛后邱剑梁对此件事情是这样说的 我接受不了这个分隔 我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他这样的分隔 他甚至都不算是一种分隔 每一次当我接近他的时候呢 他就倒地了 每一次当我能够用拳头打到他的时候呢 他就抱着我 然后我想问一下这个什么规则 如果是纯泰拳规则的话 纯泰拳规则我也接受不了 纯泰拳规则也没有说自己 自己到了攻击距离自己就倒下了 我唯一犯的错就是当他那么做的时候 我没有保持冷静 还是想要快点打得更正一点 然后当我越想打得正的时候呢 他就越可以邪恶的出来 为何摩洛哥拳谈竟然敢大张旗鼓给邱建良穿小鞋 那是因为和他对战的对手不是一般人 他年纪轻轻21岁 就已经斩获了恐怖的60连胜 还对外放出豪言 不管是何方神圣只要赶来摩洛哥拳谈 都逃脱不了他制裁的命运 看来亚奇是被本土裁判和官员重点保护的对象 他老爹的身份一直是个谜 据说是全球富豪排行榜前十多某集团老总 这一次遇到邪建良算是亚奇的不幸 邪建良本身就受世界体育组织所保护 所打的任何一场比赛 都有世界体育的工作人员进行监督 然而亚奇丝毫没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不管是谁来到摩洛哥打比赛 亚奇军事照黑不误 话就不多说了 来让我们欣赏一下邪建良是如何整治摩洛哥拳谈教训亚奇的 请长按三秒点赞比赛开始 亚奇被称为摩洛哥拳谈的传奇 年仅21岁就拥有了此称号 断定此人绝对不是一般人 前面也说到了 亚奇的老爹是一位神秘富豪 一般情况下都是他的秘书出面解决事情 为了让他的小儿子亚奇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果断签约了摩洛哥拳谈所有的搏击选手 至此 亚奇从小就开始掌获连胜 仅有一场比赛是打了一个平局 结果他的对手三天不到就被暗杀 此次邪建良是提着脑袋来打这场比赛 不知道能否先翻摩洛哥拳谈的黑暗 准备我们看邪建良在最近的比赛 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进步 邪建良在前一段这个比赛中 自己的这个斜插线 八个方位的移动 前后左右 斜前斜后 斜左斜右的这个方式的移动 是非常让我们大开了眼界 他的脚步经常会侧到对方的侧面 而他的对手是这个长期受训 与优秀团队的一个对手 亚齐的连胜并不被人认可 但他的老爹可是操控局面的一把好手 于是寻找到了好几位世界冠军 来和亚齐打比赛 无一例外 全部都是亚齐获得了比赛胜利 这一次武林峰组织都为中国勇士奔赴摩洛哥 不知道赛事方有没有收取他老爹的金币 但邱剑良对这件事情毫无知情 就算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邱剑良也会按照自己内心所想去打这场比赛 骑良还在找机会 小踢 对方 踢完 摔倒了 持续的平衡 转身后刀 对方的摆拳 你扫踢 帮我正能 打拳不仅仅是为了金币而战斗 但打拳的最终目的就是正金币 在国内邱剑良是出了名的好心眼 不管对手是谁 邱剑良都会奉上最高的敬意是一对手 武德这一方面没得说 好的不能再好了 但这一战将会颠覆邱剑良对摩洛哥拳坛的认知 更是擅长把握机会的 前后白 对方想内威没有成功 连续扫踢 转身摆拳 对方做了一个高位下压的拍膝 可爱邱剑良有一点点犹豫 一位打鼓 对方一票膝 连续进攻 前后摆拳 对方在进行内威控制的时候 邱剑良 亚奇赶在首回合是示威规照式 并且裁判还当作没看到 那么接下来亚奇将会更加放肆 明明是亚奇不讲武德在先 裁判却言语警告了邱剑良一次 赤裸裸的黑幕让邱剑良更加坚定自己内心的想法 第二回合开始了 此时的邱剑良还是跟往常一样心态平和 但亚奇的行为已经触碰到了邱剑良的底线 有了裁判帮忙的亚奇什么都不害怕 就算是试了违规招式或者是消极搂报 裁判也不会警告亚奇 并不会邀请亚奇吃黄牌 和亚奇打平手的那位选手是真的可怜 没过三天就被暗杀 裁判不会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你在后面这种方式 作为态势内围里边的一些小动作 这是揉走于我们比赛的这个灰色地带 现在开始转身后白 转身后白 这个情况实在是太恶劣了 亚奇的违规招式越来越明显 这就让裁判非常被动 不知道是警告还是不警告 真要是警告亚奇的话 恐怕过三天下一具尸体就是裁判 对于邱建良来说 亚奇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心知肚明的裁判 只有冤枉人的那个人 才知道被冤枉的人有多被冤枉 面对亚奇所实施的违规招式和消极搂报 邱建良根本没有任何办法破茧 我打击 对方马上进行那位的缠棒 战术上我们不能说对方有错 但是这样的方法的确是不失正直 有失正直的方式连续打击 我们看对方开始缠棒 这个时候应该 我们的裁判 是不是应该对对方进行一些警告 毕竟对方已经进行了 大量消极的这种防守动作 亚奇伊拉利 小奇又抱我们看 根本就不想跟邱建良 进行过多的进攻 裁判 只要不让邱建良实施主动进攻 或者是防守反击 亚奇可以实施任何动作 然而这些违规招式都是裁判默许的 这就是典型的打得过就往死里打 打不过就像个怂包一样 一旁的裁判就拍阿奇这个富贵公子哥矮躁 时时刻刻都在观察要求的动向 只要阿奇即将受到伤害的时候 裁判立刻就会向前扑救 邱建良想连续的进攻 找寻机会 我们看对方只要邱建良 进入拳法的距离 对方马上进行搂包 对方甚至完全不想跟邱建良 去重创其锋芒 第三回合 邱建良这个时候一定要 第三回合开始了 一直到现在邱建良的心态还是很好的 并没有实施太多不过脑子的进攻 可知道 邱建良是出了名的高智商选手 岂会因为这点不公平而失去平常心 但一个人的忍耐度是有限的 面对裁判的不公平 再加上对手的不讲无德 邱建良的心态很快就出现了裂痕 根本不理解裁判何亚奇 为什么要这么做 真的就不怕世界体育总局 找摩洛哥的麻烦吗 我们看对方直接把邱建良的脖颈夹在身上 根本就不打算在内围进行打击 我们看对方进行了甚至夹镜的 这种钻头台的夹镜 这种谋暴战术的确是 让我们觉得不够正直 此时的邱建良正在逐渐丧失平常心 心态出现了严重的炸裂现象 只想拿着重拳暴揍亚奇 邱建良越是激动亚奇 就越兴奋就越可以邪恶出来 在时间的加持下 邱建良的心态完全炸裂 这要是换成其他人 或许早就在第一回合就撂挑的不干了 你看对方又开始轻轻楼棒 这个内围角力的能力还是不错 邱建良一定要找寻机会进行切线的爆发能力 我们看在这个时候 邱建良的这个我连续的打击 我们认为这个在对方这个进行一系列的防御式的残暴的时候 裁判应该给选手一些警告的东西 我们看根本就不打算进攻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邱建良有一个问题 在核心力量就是在本地对 邱建良能坚持到现在已经不错了 毕竟裁判和亚奇是穿一条裤子的 擂台上的邱建良完全就是在一打二 这一次主动倒地是压垮邱建良的最后一根稻草 于是便主动倒地来抗议比赛的不公平 但这一举动也是引起了裁判的注意 结果邱建良又遭到了一次警告 全程都在时视为规招式和消极搂抱的亚奇没有得到一次警告 反观遵守比赛规则的邱建良却频繁遭到警告 此时的邱建良已经完全被愤怒控制了大脑 刚才的这个腿法的确是非常的悬啊 但是给开了口 裁判进行了医疗监督上的进行处理 刚才是在轻建良失去平常心以后 在心理失去的平常心 邱建良的脑袋上出现了伤口 需要暂停比赛包扎伤口 反观亚奇就是一个经典的小人 能打得过就往死里打 打不过就限制邱建良实施任何动作 无奈的邱建良不仅实施不了动作 并且还受了一肚子气 对邱建良现在进行医疗的处理 对手亚奇意大利现在 在整场比赛的战术 我们只能说 用的很到位 但是这场比赛的观赏性 是因为他的战术就大大的折扣 我们看对方只要 弹梯马上会 就是主动的倒地 那这样的一场比赛已经结束了 我们来看 比赛结束了 全程都在耍赖皮 德亚奇竟然在庆祝胜利 真不知道哪来的脸皮庆祝 反观一旁的邱建良却表现得十分暗淡 裁判何亚奇竟然敢在擂台上 公然给邱建良穿小鞋 那么这个裁判就敢将胜利判定 给亚奇这个小人 身处国外打比赛 必然有很多无奈之举 这种情况就是其中一种 对此行比赛有什么看法 请在下方进行留言讨论 这次的比赛 真的是真的是非常非常艰辛 所以但最后还是取得了胜利 我们出国比赛 可能只能尽量来 来适应适应国外的这个场地 国外的饮食 国外的时差 国外的规则 国外的special规则 所以以后出国比赛的这些师弟们 希望你们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 克制住自己的情绪 谢谢大家